9月3号,吉林省有7名官员被中共最高检察机关通报 其中5人被立案侦查,两人因为涉嫌受贿犯罪被移送审查起诉 原吉林省省委书记王如林日前刚刚被调离,后院立即起火 一论界指出,这应该是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对山西省还有吉林省人事布局过后走的第一步棋 据中共最高检察院官网9月3号发布的消息说 吉林检察机关决定,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前常务副校长 省行政学院前院长李小平和吉林医药学院原副院长李然斌二人 由于涉嫌受贿,被移送吉林省辽原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另外,吉林省白山市府松县县长钟戴和 吉林省长春市教育局前局长马军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安德武 吉林省国家税务局前局长孙云志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前党委书记、院长岳德荣五人 由于涉嫌受贿犯罪被立案侦查 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外界观察到,以上7名官员全都由于涉嫌受贿犯罪 被立案审诉和侦查 造成这种贪腐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黄金秋指出,根源就在于这些官员不是选举出来的 黄金秋说,斩断腐败链,关键是人民监督 当局公布18大后,山西省有30多名官员落马 其中包括7名省部级和4名省委常委官员 9月1号,当局突然公布山西省委书记袁淳清被调离 由吉林省省委书记王儒林空降取代 而吉林省省委书记一直由原吉林省省长巴音潮鲁接任 不过,王儒林离开吉林省那两天后 后院立即起火,引发外界关注 又评论认为,王儒林被空降到如同火山口的山西 表明中南海已经释放出清除吉林邦的信号 为了清洗吉林邦,王岐山已经完成了从中共党委到政府的双重布局 据报道,2001年4月,巴音潮鲁担任浙江省副省长 2003年12月,成为浙江省省委常委 根据财新网的报道说,巴音潮鲁与当时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 长达五年之久的习近平有深度的接触 8月31日,吉林新闻联播报道,中共官方宣布 农业银行原董事长蒋超良出任吉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并提名为吉林省省长候选人 而蒋超良曾是王岐山的得力部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